大家好,今天两个话题 一个是关于朱立伦 他说了,坚决不辞职 干到底 这个是前面已经说了 他不会辞职的 一个是这个位置 还是有很多油水的 他提名谁 这个是由他说了算 国民党现在是由他说了算 国民党走到如今这个地步 其实也是他的责任 这个不用说 我们先看一看新闻 新闻来自于中天 我可以一走两只 毫无眷恋 但是我听到更大的声音 要求我要坚定的留下来 一语道破会留任到最后一刻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不辞职 心中早有定案 只不过还是难摆平 基层反贪声浪 朱立伦 根本是罪人 罪人 国民党总统败选后 首次召开中常会 常外闹哄哄 内部也焦急 究竟国会有没有办法 拿下多数决定立法 国民党现在最重要的生死存亡 关键 在接下来有没有办法 守住立院的龙头 如果我们有办法去促成 再一次的蓝白合作 我想这也是主席证明 自己实力跟能力的 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国民党呢 现在就这样吧 张亚中之前提出来 要让朱立伦辞职 他不辞 而且那个表情还很愤怒 张亚中在国民党内部 一点戏都没有了 张亚中如果真的想 怎么怎么样的话 跳党吧 去其他党吧 看看其他党派 能不能要他 这样还可以有点希望 在国民党 张亚中 凡是质疑 凡是要求朱立伦辞职的 这些人一律都没戏了 都已经早就被枪毙了 在朱立伦的名单里边 你什么都不要想了 所以既然这样的话 国民党也就这么着吧 这是第一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 就是前面新闻说了 韩国瑜和江启臣 他两个人来搭档 选立法院 立法院长 这个话题主要是 这三个党 没有一个党能够过半 谁当这个立法院长呢 就是由大家来投票决定了 里边文章说的很清楚 就是韩国瑜要想当这个院长 就得要拉拢柯文哲 拉拢白 民进党也在拉拢柯文哲 现在就是蓝力双方都在拉拢柯文哲 那就看柯文哲愿意跟谁了 柯文哲愿意跟谁呢 70%我认为是和民进党和 30%是和国民党 甚至我认为 90%都是和民进党 和国民党合作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但是国民党还一直的在说这个话题 民进党那边没怎么说 有个别的民进党人说和柯文哲不太和 这个没有用 这个从大局来看 柯文哲本身属于绿 属于深绿 柯文哲和绿之间的意识形态接近 柯文哲和蓝之间的仇恨很多 所以仇恨就是 当年柯文哲那个塑胶椅的事情 就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给他揍下去的 所以他憋了一股气 出来以后干掉连胜文了 他在那种情况下干掉连胜文 那柯文哲的支持者和连胜文的支持者 是对立的 到今天他俩怎么能又站到一起去呢 这种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等于零 而柯文哲在战胜连胜文的时候呢 民进党跟他是结盟的 在这种情况下 柯文哲和民进党二次结盟不是不可以 完全可行 而且民进党现在掌握了任命权 部长 局长 大的董事长 银行的 大的股东 所有这些肥肉的任命权 现在都在民进党手里 而国民党手里没有 国民党和柯文哲合作 能给柯文哲什么好处吗 其实什么都没有 国民党就是有一个口号说 要政党轮替 柯文哲曾经也说过这样的话 但是很快就不说了 柯文哲一直没有坚持喊要政党轮替 他只是说民进党你有这样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没有让你下台 所以从柯文哲一路走来 走到今天 民进党和他是有合作的 他们的年轻的支持者是互相串的 互相重叠的 也就是一部分的柯文哲的年轻的支持者 在柯文哲没有选总统的那一届 他们就跑去民进党了 当柯文哲又回来选总统的时候 这些人一部分人跑回来了 但是没有跑回来太多 因此韩国瑜能不能当上这个立法院院长呢 我觉得可能性非常的低 韩国瑜也说了 要和柯文哲合作 哪怕把江启臣舍掉 让柯文哲出一个人当副院长 韩国瑜当院长 也就是说院长副院长 民进党通通没有了 这样的可能性存在吗 我觉得可能性太低了 当然国民党里边呢 其实韩国瑜也好 赵少康也好 这些人的能力其实是都比何友谊要强 战一战还能有一点声音 但是这点声音呢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因为在民进党的眼里边 韩国瑜是手下败将 总统给你做掉了 你没说话 高雄市长给你做掉了 你也没说话 今天怎么样 他们不把韩国瑜 看作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一个咖 而国民党内部呢 朱立伦为什么这次 把韩国瑜放在不分区第一个呀 就是想把这些韩粉的选票拉过来 结果怎么样呢 我们分析这次选举呢 什么选票啊 什么韩粉选票啊 柯粉的选票啊 什么深蓝的深绿 这些选票通通都是假的 都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一种分析 到今天朱立伦都不检讨 民进党作票的事情 而且大面积的网络在传播 这次柯文哲只说了一句话 因为柯的粉丝啊 给柯传了很多 就是作票不公 作票有瑕疵 柯呢只是说 小范围的确实有瑕疵 但是他不认为民进党能够大规模的作票 所以在柯那个地方呢 也把民进党作票这个事情呢 也把它否定掉了 所以柯不碰民进党作票 朱立伦也不碰民进党作票 那在这种情况下 后边就玩吧 大家都是明知顾问 都是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 通通都是不一样 你就看那个整个这个政坛上玩这个假戏啊 现在全是玩假的 我不认为柯文哲的智商 他看不出来民进党在作票 我也不认为朱立伦的智商 看不出民进党的作票 但是两个人都不说 都在底下分析啊 这个选票了 这个族群了 这个支持者了 这个板块 那个板块 来回瞎分析 臭分析 分析来半天 其实没有用 任何用都没有 回过来说 韩国瑜这个事情 可以争取一下 和柯文哲去谈 但是谈成功的可能性极低 换不来任何的利益 就是从柯文哲 从国民党这儿 换不来任何的利益 而柯文哲和民进党这个地方 可以换来很多的利益 那么两个部长可不可能啊 完全有可能 行政院副院长 是不是可以弄一个 也有可能 这些都有可能 立法院的副院长 会不会给柯文哲一个 这个也有可能 如果柯文哲和民进党 私下达成协议了 立法院的院长 还是让民进党干 而副院长呢 给柯文哲 这样的话 就把国民党彻底挤出去了 这个黑箱呢 现在正在紧锣密骨子 在操作过程当中 底下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热闹 以至于你看柯文哲的电话 都由他老婆来接 他都不愿意接 他不愿意接国民党的 他没说不愿意接民进党的 他只是说国民党通通来电话 他不接了 首先他不接了 因为国民党打给柯文哲的电话 大部分让他不愉快 就是指责他 你为什么不跟我合 前面我说了 柯文哲就是和国民党合了 你也输 不在这 关键根本就不在这 关键在中选会那呢 所以朱立伦这个棋 走到现在呢 应该是一把烂棋了 走不下去了 国民党内部 凡是对朱立伦有意见的人 类似像张亚忠这样的 还有什么其他想法的 我觉得就跳党吧 跳船吧 去投靠柯文哲 也许是一条出路 如果柯文哲愿意要你的话 或者去投靠民进党 也不是不可以 指望朱立伦这条船 未来国民党 我看不出任何的希望了 所以韩国瑜能不能 当上立法院院长 两个星期后 看报道好像是在2月份吧 2月1号投票 看看怎么样 当出来了以后 大家就傻了 结果大有可能是 民进党立法院院长 柯文哲立法院副院长 民进党不害怕柯文哲 民进党其实要挤压的应该是国民党 他不太可能去挤压柯文哲 柯文哲有一天和民进党一合并 就变成了永远不倒的一个绿色政党了 真正的绿在这个地方 而国民党现在从选举来看 他们自己也有一个统计 说年轻人百分之十几 不行了 现在以朱立伦这种样子 吸引年轻人的可能性几乎是等于零 没有任何的意义 赵少康这次也没有办法去介入 把国民党党主席拿下来 而国民党的下一代呢 你看不到人 没什么人 非常少 所以今天韩国瑜和江启臣站出来 准备选立法院的政府院长 只是一个姿态 他只能这样做 因为也没什么选择了 可能吗 说韩国瑜和江启臣 一个院长一个副院长 可能吗 这事情太不可能了 几乎是等于零的事情 但是他也没什么选择 这个副院长 其实应该搭一个其他党的人 只能搭柯文哲 而柯文哲现在并不跟他谈 他搭民进党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这个棋走到现在呢 他只是吼一嗓子 我要选立法院的院长 后边就没棋了 后边完全就等了 韩国瑜本人有和柯文哲谈判的筹码吗 很低很低 只有朱立伦来谈 朱立伦这个样子能谈成吗 之前就都没谈成 现在更不成了 所以我觉得 韩国瑜和江启臣 作为立法院的院长和副院长 这种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两周以后我们再看 好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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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